辨别真假,教你三种方法,从此告别假花肥 Hello,大家好,这里是珊珊眼花,我是珊珊 之前咱们给大家介绍花多多二号和零酸二千假区别的时候呢 就有很多的花友来反映说自己买到的都是假的 那我有没有辨别真伪的方法 其实说实话啊,我个人还真的没有接触到我假的花肥 不过既然咱粉丝问了,那我肯定得给大家一个说法 于是我这几天经过不停的咨询一些老花友和各种的查资料之后呢 终于大概的总结了这么几条比较好用的辨别真假零酸二千假的方法 今天呢,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这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从价格上来辨别 因为不管是什么东西,如果说有人造假的话 那必然是为了降低成本 这个零酸二千假也一样,假的花肥成本低了 那卖价肯定也会变得非常的低 想如果咱们平时买的这种二三十克一包的这种零酸二千假 基本上都会卖到两三块钱左右 但是有些花友呢,可能为了图便宜,去买那种更便宜的 比如说有些散装的或者是大包装的那种 那平均下来两块钱就可以买到二百多克 像那种肯定是假的 您想想啊,两块钱就能买到将近半斤的花肥 真的是连成本都不够 第二种零酸二真假的方法呢 稍微有一些麻烦,需要有一定的经验 那就是把咱们买来的这个零二啊 倒在手里反复的搓几次攥几下 自己感觉一下有没有一种油润感 如果有的话,那大几率就是真的 因为咱们在市面上买来的冒充零二的原料 有这个零食膏,盖面磷肥,费水泥渣,还有粉煤渣等等 它们在手里的感觉要么就是过分干燥 要么就是有明显的水泥渣子 一般咱们要是说用过几次正品的零二的话 就可以很简单的分辨出来 如果您觉得前面这两种办法用完之后还是有些不自信 那如果方便的话呢,你也可以自己做这么几个小实验 一是咱们找了一些铁片,把您买到这个零二啊,倒上去之后加热一下 如果说有一些酸味,并且它能够溶解成为透明无杂质液体的话 那也可以判定为是真的 另外呢,还有就是咱们利用家里的食用键兑温水之后 再把您买来这个零二倒进去 如果说会产生这种大量的气泡 并且没有任何的杂质沉淀物的话 那也基本上可以断定您买来这个零二就是真的 不过这几条呢,咱们大家千万注意一下 就是这几个小实验,不论是加热还是和简做反应 咱们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安全 最好是了解一下就得了,能不做就不做 方法介绍了不少 但是我个人认为真正最实用的还是第一条 别贪便宜买一块钱一大包的那种 想避免受骗,其实也很简单 就专门认准一个大牌子 贵几块钱没事,最起码用着放心 而且这个东西啊,真的没多贵 咱们买包装好一点的,想必这个厂家也没必要作假 因为好一点的包装都能比造假的成本贵了 好了,养花其实并不难,关键再经验 这里是珊珊养花,专为养花的您准备一些养花小知识 记得关注呀 好看